等一下我們即將透過幾個道具來教會你到底是如何抽車 那坐墊太好做,我們就丟掉茶 等一下呢,我們只要做下來的過程 你屁股是不是 唉唷,唉唷 我們要來特訓一下 這個已經是在江湖穿文已久 也就是天府風力所竟然不會抽車 所以這一集我幫你準備了一個特別的抽車特訓 蛤? 你對於抽車的印象是什麼? 就是感覺快摔倒 還有嗎? 然後好像比較爆發力的一種動作 爆發力 其實抽車在自行車裡面就是我們在騎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轉換肌群的動作轉換 因為其實你一直長時間坐著 然後讓你的肌肉持續在等長收縮的狀態下 其實騎久了,尤其在上坡的時候 會更明顯的提早疲勞 所以今天呢,我將來教你透過一些我們簡單的輔具練習 讓你強迫想辦法一定要學會抽車這件事情 不然你... 很多觀眾都一直留言說 他怎麼不抽,他怎麼不抽不抽車 我們現在不就來了嗎? 沒錯! 所以等一下我們即將透過幾個道具 來教會你到底是如何抽車 那等一下開始之前 我先簡單跟你示範教學一下 到底抽車的一些小技巧在哪 OK,等一下仔細看我的教學 OK,那我就來教大家一下 到底該如何達到抽車的動作 但開始之前我還是先跟你講一些 比較動作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通常我們抽車的過程 通常會有兩個模式 一種是在上坡 上坡的時候你會因為坡度變陡 所以不自覺的腳感就會變重 這個時候在變重的情況下 抽車是比較穩定的 但如果你的檔位過輕 你在平路想要抽車的話 很容易就會有這種 就你在平路的過程想抽車 可是檔位太輕就會踩空 這個時候就會有危險情況出現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我自己通常在想要抽車之前 會先把檔位變重一到兩檔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檔位變重才可以相反的 讓你踩下去不會這麼快踩空 這樣是比較穩定的 那第二個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你在抽車的過程 你的手肘要稍微放軟一點 就如果你的手肘 在往上抽車的過程當中 都是很僵硬的 你就會讓車子變成是 你要左晃右晃 車子都擺幅很小 可是如果你可以讓你的手肘 稍微彎曲的話 你就可以讓車子 轉彎的晃動幅度是比較大的 那通常你左腳踩到最深的時候 車子會把它盪到你的右側 讓你的腳可以完全延伸下去 所以這個時候 搭配車子往側邊盪 然後左腳往下踩 所以手肘就必須要做到一個 往旁邊 讓你的車子這個擺幅變大 這樣你在抽車的時候 才可以是更穩定 好啦 講那麼多 我們直接開始示範 OK 我們直接從正面來看 在盪車的過程 我如果腳是 右腳要往下踩 車子就往左擋 我如果左腳要往下擋 車子就往右擋 所以就是會變成 左、右、左、右 搭配手肘的這個彎曲 就會讓你的車子 在左右擋的過程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建議 在剛開始訓練的時候 可以先把擋位變重 然後像這邊是一個可以繞圈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持續練習 先站起來 屁股離開坐墊 然後加上第二階段 盪車 左右盪下去 這個時候就可以慢慢的抓到 車子在左右晃動的時候 什麼時候該出力 什麼時候手肘該放鬆 好 換你了 接下來我們換到 天鋒禮所登場 有沒有信心 沒有 OK 出發 Let's go 有沒有 第一個就錯了嘛 現在擋位這麼輕 叫你先變重 剛剛是有沒有在聽啊 我叫你擋位變重一點 有啊 再重 再重 還是太輕了 好 晃 手肘沒有彎曲 你的手肘 你的手肘 手肘要晃 手肘要彎 對 然後 腳跟擋的方向相反 左腳要往下的時候 車就往右擋 右腳要往下 車要往左上 相反邊 相反邊 不是身體壓 是手肘彎 手肘彎 左 右 跟腳相反方向 你在演出嗎 我沒有 真的嗎 真的 好 先挺 真的不行 不行 這樣下去我看你是學不會 OK 第二階段 坐墊太好做 我們就丟掉它 等一下 沒有坐墊的情況下 請你在 這樣的模式 完成 左右擋車 OK 準備出發 不要鬧 第二階段 坐墊已經拆掉了 有沒有信心 沒有 出發 GO 開始 對 墊腳起來 站起來 先站起來 把身體打直 對 好 你先站著踩 站著實際踩 試試看 對對對 慢慢做到節奏之後 對 腳往下踩的時候 往反方向盪 反方向 反方向 沒有 你手先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盪 盪 盪 有嗎 好 好啦 既然 這個難度不行 最後一個階段了啦 拍出我的殺手鍵 等我改裝一下 既然剛剛連拆椅子 把座管拔掉都沒用 我只能使出我的殺手鍵了 等一下我把我媽在插花的這個都拿來了 等一下呢 我們只要做下來的過程 你屁股就會 哎唷 哎唷 插什麼花式嗎 沒有 這個直接是讓你在屁股上 可以刺繡出 最美麗的印記 代表你在鐵人之路的過程 成長的每一步都被記下來 好 喔 跨上去就被割到了 就讓你沒有要做 有沒有看到 這個刺刺的 鎖得很緊 好嗎 它掉下來會不會 完全不會掉下來 是完全動不了 開始吧 而且你不會晃車 你是不會把它晃下來的 你在幹喔 出發 我先特寫你的屁股 喔 如果你被刺到的話 這是有聲音的 你有沒有在踩啊 你先踩 你先正常踩 先不要管會不會被刺到 快點踩啊 到底有沒有在踩啊 我也是在那裡 好刺喔 持續踩 不知道有什麼公司啊 車庫你有乾爹 不要怕 我沒有乾爹 趕快 持續踩 太輕了 你這樣會一直 一直空下來 太誇張 踩啊 踩 繼續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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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踩 再來 再推 再一圈 再一圈 到底誰想出來了 不要抽筋了,他又一直刺到 好痛喔 我以後不會再教你了啦 我真的看不下去,你到底要學多久 這麼簡單的抽車也不會 但不過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所有的跑動拍攝影片 都是使用 Google Pixel 7所拍攝的喔 我自己已經使用這個Pixel 7 應該有一個月時間的一些簡單心得 那其實最長最長我拿他來使用的場景 就是拍攝 他的相機可以說真的是非常厲害 因為其實 如果要看很官方數據的這些內容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專業的3C開箱的這個頻道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多分享 大家可以到官網看數據 但其實我實際在使用下來 很有感的地方就是在拍攝的時候 他其實在平面的這些相片的產生 他的晶片的運算 其實在後製的方面 會讓你看起來相片非常清楚 雖然說他搭載的這顆鏡頭 跟上一代Pixel 6是同一個鏡頭 但是透過他這個演算法厲害的科技 可以在拍照出來的模式下 我覺得看起來應該是可以媲美 其他品牌最頂尖的這些旗艦款手機 所拍出來的相片 因為畢竟他的定價比旗艦款的手機 大概都便宜了一兩萬塊 所以我覺得相對於這樣來說 他的這個演算法的性能是非常厲害的 那第二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我們平常 像剛剛大家有看到前面的畫面 就是我們直接拿他來做拍攝使用 我剛剛只是用手持相機 然後裝上這個腳架 我就是這樣拿著跑動拍攝 可以看到其實畫面的呈現 拍攝起來的效果 也不會有那種很明顯的晃動感 因為其實我有把它的這個穩定效果 稍微的開起來 那當然穩定效果開起來 會有一些些的畫面裁切 但我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 畢竟我們剛剛用這樣 跑動的方式跟著天空風力所 跑一整圈 竟然畫面的呈現穩定度 會讓你不會有那種 覺得晃到不舒服 頭暈感 但還是有點小小可惜 看起來畫面呈現上 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那種果凍感 但我覺得這畢竟是 後製運算出來 所以有點沒辦法 那第二個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的影片 有一個很厲害的電影模式 可以讓你拍起來隨便就有那種 非常電影感的感覺 馬上會帶來展示一段 聽不懂你所 模擬自己是韓國歐巴的感覺 那除了剛剛看到這種電影感的錄影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 也就是修復模糊的功能 其實我們剛剛在拍攝一些動態的照片跟影片的時候 不免俗會有一些拍到有點晃到的狀態 但只要開啟手機的編輯模式 然後打開修復模糊的功能 就可以讓你有一點晃到的照片 有一個稍微變得比較清晰的狀態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呈現 應該是看起來還是有點差別對吧 那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它的微距拍攝 其實拍攝出來啊 就算畫面東西放得很近 也可以讓它的對焦點非常清晰 那比較厲害的是它的望遠鏡頭 也可以透過它的這個 G2晶片的運算 可以讓這個畫質啊 在兩隻堆疊之後 畫質變得非常清晰 我覺得拍攝功能真的是 讓人滿為之一亮 就是隨身攜帶的一個 BRAW好幫手 現在它的存在 就是我們平常要補一些畫面的時候 隨時拍攝完 然後就可以透過它的Google One 直接上傳到Google相簿 我們就直接可以在雲端上做操作 我覺得這超級方便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我手上戴的這個Pixel Watch Pixel Watch其實我們也嘗試了幾次的訓練 那我自己覺得啊 因為其實開箱過滿多的運動手錶 或是穿戴裝置 像其他品牌的穿戴裝置 通常也是有各自比較擅長或是厲害的內容 像是有的可能是運動的分析是比較厲害 有的是生活的結合很厲害 那我這次使用到Google Pixel呢 我覺得跟Watch做結合相連 算是訊息通知啊 或是手機控制都滿精準的 像我只要把手錶打開來 然後我只要可以 像是我們選擇相機 它就可以連線到手機 這個時候 然後把手機拿出來 欸 它已經連線到了 那第二個比較方便的地方呢 就是我也很常使用Pixel Watch 直接用Google Pay的方式 來做一個簡易的感應支付 那接下來就要講到 我自己嘗試了很多次的這個運動體驗 我覺得這塊就是 Google的Pixel Watch 目前可能小小可惜的地方 因為它雖然是跟Fidbit 做一個深度的合作 所以它其實就是間接的 直接把Fidbit的這個運動偵測軟體 整個搬到Pixel Watch裡面 那這些數據啊 或者是這些運動項目 其實都還是跟Fidbit的一樣 那我覺得這是我在體驗下來 覺得稍微可惜的地方 那還有一個 我也要小小唾棄的地方 就是 竟然 我在Google Pixel上 它在這邊 關成譬如說 誤擾模式 就是正在起終救情模式 但是 我的手機這邊 竟然是沒有變成誤擾模式的 就是正常來說 這兩個控制 互相控制的相連 應該是 手機跟手錶可能一個裝置關 就是所有裝置都關成 就是誤擾模式 但我覺得這一塊就是 它們可能在軟體整合上 沒有連接這麼密切 這是我覺得小小可惜的地方 不然有時候睡覺前 然後你把手錶已經關好了 然後發現 怎麼手機一直還有通知聲出現 才發現它其實沒有連動關閉 就變成我兩邊都要關成 就請模式 才會完成這個效果 我覺得這也是小小可惜的地方 那我們就等軟體更新啦 沒錯 希望之後的軟體可以更新 好啦 這就是我簡單跟大家分享 我在使用一段時間的Google Pixel 7 還有這個Pixel Watch的心得啦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也將持續的 對天母縫底鎖進行 一系列的鐵人計畫改造 期待在接下來 帶它去參與更多的不同路線 體驗訓練之後 相信它可以在接下來的鐵人賽事 準備是更有幫助的 我們接下來就拭目以待 天母縫底鎖在鐵人計畫的改變之路 有什麼成果吧 我是你的教授的隊友 希望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